第五千零八十五集 叶辰自然也是提防着叶林渊 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们一路之上也碰到了不少弟弟怪物 但都轻松地解决掉了 以叶辰等人的修为 一般的弟弟怪物 就算是有史诗般的巨大 也不可能伤害到他们 很快叶辰一行人 已经来到旧日宝藏的入口 眼前是一扇巨大而古老的青铜巨门 在青铜巨门上 雕刻满了各种静致的花纹 还有兽形图腾 当叶辰等人靠近的时候 青铜巨门前的空间 却是剧烈扭曲起来 浮现出一幕壮烈的画面 惊天的喊沙声从画面中传出 那是昔日天舞仙门 与万须神殿的战争画面 是旧日之主记忆的投射 这场战争明显给旧日之主 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导致他即便肉身陨落 记忆也投射到自己的宝藏之地上 现在叶辰一行人 就看到了旧日之主的记忆 那是一幕波澜壮阔的 战争沙发场面 画面之中 天空是暗红的颜色 烈日已经被鲜血染红 乌鸦突鹫在盘旋飞舞嘎嘎怪叫 一片惨淡 地面上到处都是尸山血海 断刀断枪 还有法宝的残骸 千万重的太上世界 除了某些隐晦的未面以外 几乎全部世界都被战争波及 到处都是烽火沙发 到处都是死战拼杀的人群 大地在震动 被千军万马踏碎 血雾与尘埃交织 神童与武道的光芒 法宝与兵器的碰撞 不断在天地间汹涌 世界法则在崩溃 空间在坍缩 一个个宇宙受到了牵连 爆炸毁灭成了一团团的烟花 在无数战乱与厮杀的场面里 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旧日之主 昔日天舞仙门掌教武绝神 与十大天军老祖的决战 武绝神孤身一人 傲立在天穹之上 他手持天军风神碑 头顶鸿蒙大星空 周身古老战役环绕 无数刀剑 枪戟 斧头 锤子 鞭锁 钢叉等等兵器 在他身后汇聚成红流 位为壮观 在武绝神前方 则是十大天军老祖 分别是羽黄谷帝 任独行 叶纯军 萧星河 玄天骁 莫苍兰 林孝空 帝氏万叶 红春秋 风帝军 十大老祖以羽黄谷帝为首 他们十人联合 对战武绝神一个人 在地面的战争里 万须神殿已经占尽上风 足足有百亿大军 从莫苍兰的梦境世界降临 以摧枯拉朽的气势 杀得天武仙门 溃不成军 天武仙门的溃败 让得武绝神的气运 也是大受影响 如果不是如此 羽黄谷帝等人 未必有胆子对抗 此刻的羽黄谷帝 还远远没有今天的实力 而武绝神却是巅峰无敌 武绝神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 无量镜九层天大圆满 只差一步就可以超脱现实 正道无武 他修炼了完整的天武卧龙经 又执掌排名第一的 神器天君风神碑 背靠着由武绝创立 雄霸万古岁月的天武仙门 主般荣耀光环加深 即便如此被逼到绝境 光芒也是辉煌到刺眼的地步 夜晨看着武绝神 独面十大天君老祖的威猛气势 也是深深震撼 巅峰时期的武绝神 简直是惊天伟地般的存在 绝不是现在留在轮回天界里 一样天年的一副老朽模样 武绝神 投降吧 你已经输了 羽黄古地黑发飘扬 冲着武绝神大叫道 当时的他还年轻得很 没有岁月磨损 也不曾苍老 武绝神哈哈大笑道 羽黄古地 你们便一起上吧 我武绝神又有何惧 羽黄古地道 很好 灵完不灵 我便送你上路 当下 羽黄古地也不废话 带着手下的天君老祖 悍然向着武绝神爆杀而去 一方是奥利巅峰的绝世高手 另一方是新进崛起的天君老祖 两方争霸激烈厮杀 只打得天昏地暗日月失色 无数惊天伟地的武道神通 激烈地碰撞着 叶晨观看着昔日争霸的决战 大受震撼 武绝神和羽黄古地等人的交锋 让叶晨这个旁观者 也是大有收获 感悟印证自身的武道 升捷天 叶林渊等人 还有天出帝国 史诗帝国的精锐强者们 都在全神贯注地观看着 奉兰西也是宁神观战 这些古老的记忆投影 他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每次观看 都能带给自己新的感悟 在旧日时代 世界法则缺损并不严重 所以那时候的战斗 烈度比今天猛烈很多 像武杰神和羽黄古地等高手 一个照面间 就交锋了千万照 他们的对抗 足以让人回味万年 无论看多少次 都不会看腻 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 就在叶辰等人 无比认真观战的时候 一股黑潮般的钢铁气息 悄然无声地袭杀而来 观战中的叶辰猛然惊醒 回头一看 却看到傅宏臣和铁王座的身影 出现在后方 想偷袭 叶辰哼了一声 反手一箭斩出 千里雪落 截断了铁王座的袭杀 叶林渊和凤兰西等人 也是惊醒过来 望向后方 当看到铁王座和傅宏臣出现 众人的神色 也是变得凝重与戒备起来 铁王座偷袭失败 脸色微微一变 傅宏臣的眼神 也是有点难看 本来 他是想让铁王座出手 趁着叶辰等人 感悟武道的时候 偷袭杀死他们 就算不能真的杀死 只要能中创 他都占尽便宜 但哪能想到 叶辰非常激进 在铁王座出手的瞬间 便是察觉到了 也是让他们偷袭的计划 彻底落空 叶林渊和凤兰西 都拔出了腰间的长剑 他们虽然和叶辰不怎么对付 但现在面对外敌 自然是要联合 傅宏臣和铁王座相视一眼 两人自然没有愚蠢到 要对战叶辰这么多人 走 两人反应极快 马上就要抽身撤退 哼 既然大家都来了这么热闹 又何必要走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焦脆的女声响起 只见一个少女 从远处的山洞拐角处出现 这少女是如此名利飞扬 如此地活泼可爱 她一出现 连世界仿佛都多了一份彩色 她嘴角始终带着浅浅的笑容 在她身上没有一点的杀气 几只蝴蝶在她彩色的衣服上 翩翩起舞 昏暗的地底洞窟 似乎也因为她的出现 变得活泼开朗了起来 叶辰等人的目光落在那少女身上 顿时发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少女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 她的身上 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法则 她出现在这里 甚至让得周围的空间法则 都受到了影响 变得梦幻般不真实 傅红尘和铁王座都感到脑袋有点发晕 急忙停顿住脚步 稳住心神 莫彩蝶 是你 那边的叶林渊 目光灼灼地盯着那少女道 这个少女自然就是莫彩蝶 林渊叔叔 你好啊 陛下想念你的姐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木彩蝶甜甜地笑了笑 亲切地打了个招呼 你怎么来了 你也想夺取旧日之主的宝藏吗 叶林渊紧握着剑柄 冷声问道 木彩蝶嘻嘻一笑道 是啊是啊 陛下想要宝藏 派我过来拿 但看来你们都想跟我抢 那就麻烦了 叶林渊冷声道 没什么麻烦的 手底下见真章便是 让我看看你的神通修为 到底长进到了什么地步 出手吧 莫彩蝶还是在笑 说道 林渊叔叔 我跟父亲学了点 大梦千秋的禁术神通 没什么厉害的 今天就求你指教指教 花音落下 莫彩蝶掀手捏绝 身上弥漫出一丝诡异的气息 那气息不属于现实世界 也不属于吴吴 而是带着梦境的色彩 如梦如幻 一绽放出来 在场所有人 都感到自己的心神 出现了动摇 甚至连意识都有点迷离 好像要掉入梦境的世界里去 叶辰只感到眼前一花 然后整个世界都变了 他发现自己 掉入了一片战争的世界 天空是血色的 太阳也被鲜血染红 到处都是尸山血海 到处都是呐喊厮杀之声 一道武艺冲销的身影 正对战着十位天军级别的高手 竟然是五绝神和十大天军老祖 这片世界居然就是 旧日之主里的投影世界 是旧日之主的战争记忆 莫彩蝶竟然将这片世界 改造成了梦境 硬生生地将叶辰等人 全部都拖了进去 现在叶辰 叶林渊 升绝天 凤兰西 富红尘 铁王座 还有天出帝国 史诗帝国的精锐强者们 都被拖入这片梦境世界里去 莫彩蝶站在一片 尸体堆积成的山堆上 她那名利飞扬的少女 清纯气息 竟让得这片尸山血海 都显得活泼可爱了起来 极端的诡异 林渊叔叔 轮回之主 我梦境秀为不高 只能以旧日之主的 记忆投影为基础 改造出了这片梦境世界 还请你们不要见笑哦 莫彩蝶天天地微笑道 叶辰 叶林渊 凤兰西等人 却感到刺骨的寒意 这是记忆投影 与梦境的世界 但周围的一切 却是如此真实 激烈的喊杀声 舞蹈神通的碰撞 飞溅而来的鲜血与残肢 都让人感到战争的残酷 莫彩蝶又笑道 虽然是梦境 但如果你们被杀死了 也真的会死哦 等你们死光了 应该没人跟我争夺宝藏了 说完 莫彩蝶拍了拍小手 从尸体堆上跳了起来